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要來做這一段影片的錄製 那我這裡呢 中間可以看得到 我這裡可以做一些互動 所以在這個臉部截取 透過視訊攝影機的方式 那我們可以把自己的表情 跟這個虛擬人偶呢 那可以做同步的互動 那眨眼睛 做表情 調單眉 甚至也可以做得到 那這個是屬於這個視訊的一個 錄製的方式 那另外呢 還有關於你會看到 左邊這裡會有好幾個小視窗 那這些小視窗呢 在左下角這裡 我可以設定 四個攝影機的鏡頭 所以我可以在這裡做 攝影機鏡頭上的切換 那再切換的話 我就可以看得到視角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畫面裡面呢 可以看得到就是這個虛擬角色 然後透過右邊的這個 右上方的這個動作捕捉的這個 軟硬體的設備 然後跟這個虛擬角色做同步的動作 的互動 那右下方這個是在錄這一段之前 上一段所預錄的一個片段的畫面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現在在做虛擬角色的這個互動上面 那甚至在錄製影片上 那只要透過OBS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不同來源的東西 那我們就可以來去把它做一個整合 然後去做一個呈現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右下方這裡 預錄的一樣也是做了一個 攝影機視角的一個切換 那在整個的播送的過程 在錄製的過程 那你可以換不同的場景 甚至可以放不同的內容在裡面 那虛擬角色的製作 現在非常的快速又方便 那我們很快就可以透過相關的 軟硬體來呈現這樣子的一個拍攝和錄製的內容 好以上